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勾迹全面深化改革战略 当中提到香港的部分 包括要吸引国际高端人才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特区政府 向中央争取逐步奉宽内地汇款来港限制 让更多人民币在香港流通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支持港澳 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香港由前年年底开始 实施高财通等多项抢人才计划 截至今年六月底 累计批出二十万宗申请 当中大约十五万人来自内地 不过内地实施外汇管理 每人每年只可以向境外汇款 等值于五万美元的金额 有长期协作新来港人才的议员说 部分高财都希望放宽限制 他建议三项措施 包括随住人才流港的年期 增加由内地汇款来香港的额度 第二是通过币还处理 即是如果有特定支出 例如学费、租金等等 可以实报实销的方式 将资金汇到香港 最后是针对来香港创业投资的企业家 通过在内地作出担保 以内保外贷的方式 在香港以专用账户获取资金 也都有议员认为 要放松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的审查 三月推出以来 只是批出过四宗申请 资产的审查的时候 如果月结单不够 你日结单就再要每一笔出入金 我们可否用一些其他灵活的方式 例如作为申请人 他们落实签一些承诺 即是说如果他真的提供一些假的信息 他之后有一些很严重的一些惩罚等等 这样好过很多未开始审查阶段 已经拖慢了整件事情 他又认为要增加使用人民币的场景 例如石油贸易 又或者增加人民币的投资产品等等 加强本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 无线电视机者梁永祥报道 热带气船派被安远离本港 天文台中午已经取消所有热带气船警告信号 不过受到另一个热带气船革命的影响 今个星期中期酷热 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高达35度 一号戒備讯号在中午取消之后 维港两岸放程 市民出街都做足防晒措施 太阳眼镜 担傘就不少得 这一日已都是24节气入面的大雪 在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 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落得33至35度 天文台总报录得33.5度 上水更加录得35.5度 有人就一家大小到浅水湾玩水消暑 排便安在凌晨横过海南岛 移向北部湾并且增强围强烈热带风暴 稍后移入广西至越南北部内陆 对香港的影响减少 而目前位于菲律宾以东 另一个热带气船革命将会显著增强 并且有机会以台风至强台风级别 移向台湾以东海域 我们预计受到革命外围下沉的气流影响 中国东南部的本周天气会变得酷热 而有几人骚雨 对于本港的天气展望来说 我们预计未来两三天 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 而新界的温度是上升至35度以上 至于今个星期后期 华南沿岸再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 在下个星期初 就会受到一度广阔低压槽影响 换言之未来一个星期的天气仍然不稳定 无线电视记者 袁家軒 除了户外嫌热 有乘客说 搭港铁在站内和车厢都感觉很局促 港铁回应说 部分车站温度较受到室外的环境所影响 已经加装超过250部流动风机和牛角线 并大规模更换地底 密封车站空调冷却装置 夏日热热热搭港铁 在开放式月台要有多些耐性 冬铁线沿途多个站 与旺角东一样 月台有盖但是没有冷气 不同位置加了风扇 用温度计探测 气温近36度 这一个站因为空旷 可能是热一点 其他的站我不觉得 其他密封或者地底车站有冷气 但是曾经有人向运输署投诉 市区线大堂月台车厢温度都太高 这一日的侧如冲站 乘客说在站内不同位置 感觉都又不一样 车厢温度就不够足够 那些是热的 散热的 其他地方差不多 都是一个途径站 没有说要逗留很久 冷气小一点是能接受到的 港铁亦都在部份的车站 设置了这些冷风机 比乘客在酷热天气下 都可以拿来降降温 有工程师认为 港铁应该定时清理冷气隔沉网 研究指定期间较大跌风 有学者说冷气雪种制冷效能 普遍已经大幅提升 配合人工智能可以节约用电 人工智能可以预测到 接着会发生什么事 从而尽快将空调系统 调节到适当的温度 适当的出风温度 适当的风量 从而达到大家会舒服 环境及生态局 今年的节约约张 商场和办公室下跪 平均室内温度应该维持24至26度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导 试刑专员工处拘捕一个男人 涉嫌因感情糾纷 发布前度女友的期待信息 是今月以来第三众 工处说被捕40岁男人 前年4月和女朋友分手后 仍然不时联络前女友 直至去年5月 前女友决定断绝来往 两个月后开始 至今年5月 有人先后14次 在前女友住所地区的登柱 和九龙两个地区息情长坐梯间 写下对方的名字 住所 手提电话号码 职业和社交媒体账号名称等 部分信息更加有事他人联络前女友 涉嫌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暂获准保释 除了这宗 今月已经有两宗类似个案 一个21岁男人 和一个38岁女人被捕 其中一宗同事涉及金钱糾纷 工处提醒市民 不要因为感情糾纷将他人起底 为者最高可以判罚100万 和监禁5年 有提供感情步道服务的机构说 过去一年收到2700宗感情问题的求助 中数和过去几年差不多 大约一半有严重情绪困扰 部分同时有轻生自杀倾向 也有同前度起冲突 机构说成因难以一概而论 他说暂时未接红有人以起底方式 判断伤害对方 一旦遇到又应该怎样处理呢 有一件事避免去做的 就是自己去直接找对方追逃 就是单人匹马地去找一个 已经在伤害你的人去追逃 始终对方都已经有一些 伤害自己的行为 其实你判断不了 其实对方会再有些什么反应 他建议已婚首后 应该尽力逐步重整生活秩序 以分散自己集中在前度的注意力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映不得 海关在大角咀 倒破一个摇头苑制毒工场 下20年来第一次 拘捕一个19岁男人 行动中检获20种化学品 共重42公斤 以及大约4.5公斤的摇头苑和海乐鹰 约值110万以及一批制毒工具 海关说经调查之后 星期日在大角咀截查那个19岁男人 将他带回附近一个商下单位搜查 在200尺单位中 发现这批毒品和制毒工具 那个男人无业有黑社会背景 在网上学习制毒 相信他是以商下单位作掩饰 开辟制毒工场 由原材料至分销提供一条农服务 不排除有不法分子趁着暑假 在本地建立毒品生产线 直播这部门